为了让证明对于普里镇有更深的认同 进而能够对这片土地有更深的认识 普里镇公所与普里一群热心青年共同合作 即将在2月16日办理森林逐登记的活动 活动策划人陈聚凯表示 虎头山早期在台湾中心点上有一座能高神社 鲜明从山下远眺神社灯光 随着蜿蜒的山路前行 就能够来到台湾地理的中心 这次举办这个活动 在台湾的中心点上 往天空打上一盏灯 让向心提着灯笼追逐的光线到台湾中心 也象征追逐光明与希望 因为我们有去考证过 就是说这个地方在1927年的时候 它是能高色的所在地 好像就是我后面这个位置 那我们在普里高宫操场集合这个地方 是1940年的时候能高神社的这个所在地 那我们是希望是说 透过台湾中心碑这样子的一个全台湾中心点的意向呢 让我们的普里的镇民 透过来这边做提灯 然后追逐烛光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 可以让我们的镇民 就是产生这个对于镇上的向行力跟荣誉感 所以才办了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先例员陈宇军表示 逐灯季的活动不仅象征追逐光明与希望 同时在主办单位的用心之下 所有布置也都是采用天然环保的素材 并在活动结束 这些素材也将会回溯再利用 也希望透过这个活动的举办 能够同时推广环保的观念 也邀请相亲好朋友在2月16日 也能够一起来追逐灯光 共同影响光明与希望 可以说整个我们森林竹灯季 它所象征的意义 除了有一个光明团结的意义之外 更有一个环保回收再利用 这样的一个非常珍贵的议题 所以可以讲说是 结合我们历史文化以及现代 我们所需要的很多很多的概念在当中 那在这里呢非常诚恳的 邀请我们所有的南投县民 可以在2月16号的晚上5点钟 我们一起在普里高宫这里来集合 然后呢跟着我们普里镇的镇长 大家慢慢的走到这个地理中心碑的最上层来 用你的双手跟你的家人一起来敲钟 为我们台湾祝福 副医长潘一泉表示 普里镇这个多元文化的城镇 许多地方也还保留许多珍贵的历史遗迹 也希望更多有志之士 能够结合这些珍贵的文化资产 来让更多人认识普里镇 让乡亲都能够对于生存在这片土地 产生更多认同感 共同来爱护普里 让普里未来能够更加美好 记者陈伟一普里采访报道